风和日丽,春风送暖,东北大学在卡妹经济场先台举行了入学仪式。 在等待仪式开始的时间,学生们纷纷与笑容满面的家长合影,留下美好而难忘的瞬间。 本年度的入学人数,学部学生2490名,大学院学生2414名,共计迎来了4904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生。 2018年入学仪式,在东北大学交响乐队演奏埃尔加的作品第一号《威风凛凛进行曲》中,拉开了序幕。 在介绍了校长、学校以及各部门领导后,大野校长在致辞中讲到, 在这个没有准则的、充满变化的时代,为了利用所学的知识开拓未来, 应将自身的引擎及挑战之心发动起来。 东北大学将以多样化的政策与环境,时刻准备为大家的挑战献上一臂之力。 随后,由先生代表致辞。 在东北大学男生合唱队与混声合唱队演唱的东北大学校园歌曲《青夜摇曳的路奥》的歌声中, 入学仪式圆满结束。 平成30年度、東北大学入学式を終わります。 礼 接着,在介绍了校友歌《绿秋》之后, 举行了新生入学教育指导会。 会上,靖谷教授针对东北大学的教育, 小田中教授针对东北大学的校园生活,分别进行了讲解。 随后,由本校校友、东北电力诸事会社董事长海伦成先生发表了纪念讲演。 最后,东北大学拉拉队为新生们送上了拉拉队歌和热情的声援。 仪式结束后,在会场外面,各社团纷纷劝诱新同学入社,热闹非凡。 新生们满态新憧憬,开始了新的校园生活。 ود